我丈夫死了 在我嫡姐殉葬后 她死后我才发现 她与嫡姐输信多年 嫡姐说 若有来生 你胆子大些 尽管上门求娶 我这才知晓 原来她娶我是自卑于家世威贱 配不上嫡姐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婆母怨我 成亲六年都抓不住丈夫的心 害得她而自尽 夫家留下儿子 赶走我与女儿流落街头 若有人聘我做工 婆母便去闹得人家宅不宁 若有人与我依食 婆母便让家丁小丝抢走 后来我与女儿饿死在城郊废庙 再睁眼 我们都重生回娘家一亲那日 这次 嫡姐当众抢走我的婚事 而我 要抢走她嫡女的位子 逃然死的那日春光正盛 枝头繁花似锦 所以消息传来时 我怎么都不信 我随众人行至河边 婆母已哭得晕厥 那具尸体的皮肉 被和底鱼虾啃食的面目全非 我从旁人手中接过她的遗书 短短两行字 道尽对嫡姐的无数情谊 唐宁 今生父女 来是我绝不后退 定为你遮风挡雨 李唐宁 是我的嫡姐 前天 被婆家强制殉葬 我不信她的死 也不信遗书中未提到 我与孩子一字一句 我翻遍她的书房 却发现 成亲六年 她与嫡姐的书信从未断过 她说 李唐宁说她爱我 可我对她毫无兴趣 我时常在想 若当初与我成亲的是你 那该多好 可偏偏造化弄人 我们有缘无分 他们肆意地嘲弄着我的爱意 嫡姐婚事不顺 她便处处安慰 她看不见 我在她母亲手下 艰难地讨生活 后来婆母知晓这一切 她怪我拿不住丈夫的心 故意在我娘家去寺庙 祭奠嫡嫡时 将我和女儿赶出家门 不准别人聘我做工 不准别人与我衣食 我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在我怀中断起 弥留之际 我向庙中菩萨许愿 若有来世 我定要他们血债血偿 再睁眼 我原以为自己会在阴槽地府 没成想 老天待我不薄 回到了娘家一亲那日 幸威一早 便将我从床上捞起 她话多得很 也不管我听没听 只顾着自己嘰喳喳地说 快快快 今天可是个大日子 小姐往后能过成什么样 全看今日 我院里的丫鬟们 是真心地待我 前世我流落街头时 全靠他们三不五时的接济 后来生死 也是他们给我凑了一口薄皮棺材 我将视线落于镜中 恍惚地回想一清 当日发生了什么 父亲难得地邀了几位 他看得上的青年公子 过府一句 嫡母则带着我们几位 逝灵的女儿家 格昭家中日湖 远望着他们 这其中就有陶然 那是父亲为我挑选的夫婿 我虽是廷尉之女 但其实身份尴尬 父亲如今院中 有正妻一位 平妻一位 侍妾两位 可这里面没有我娘 她是父亲台的第一房侍妾 但生育亏空了她的身子 早早的了 后来我被过到于小娘院中 外人说起我来 只记得是那个既没有生母 又不得过多偏爱的孩子 是以上门求取我的人家 要么是年过四十而无后的熏贵 要么是死了老婆 但有嫡长子的官夫 总之 没一个正常的 而陶然 虽家境清贫 但祖上三代都曾考取过功名 父亲说 是可造之才 我如前世那般 隔湖远望 嫡母笑着问我 可有众意的 那位青涩泊山的郎君 刚过了会事入朝为官 最称你父亲心意 我羞怯地作答 全听父亲母亲的 李唐宁在一旁捏紧了手帕 他的婚事 家中早早地订了五安侯世子赵印 今日赵印赴宴 也只是按例走个流程罢了 李唐宁抓着机会偷溜出去 我一步一驱地跟在他身后 绕过偏平 我看见 陶然在拐角处等他 他抓住李唐宁的手 含情默默 唐宁 自你走后我茶饭不思 终是鼓起勇气去寻你 丝菌如流水 何有穷以食 我听不得这些酸牙的诗词 在他们身后弄出声响 李唐宁大惊 陶然安抚他 唐宁 你去一旁等我 我与你妹妹说两句 他对我抱拳以礼 唐宁小妹 今日赴宴 性格挺为大人亲眼 撮合你我二人 但我心许你长姐 若是强行将我们凑在一起 只怕会不得善终 还望小妹在令尊面前多言几句 削了这桩婚事 我冷眼瞧她 你气心许长姐 为何前世要那般侮辱人 你得罪不起我父亲 便想缩在我身后 当个乌龟王八蛋 算什么男人 说吧我转身离去 路过李唐宁时 看见他苍白的脸色 今日这番话 原就是说给他听的 众活一事 要这种男人有何用 我要他身上嫡女的位子 我与李唐宁回到席上 没成想父亲也在 他心情大好 开口便问 陶家的郎君你可见着了 为父相看了那么多男子 唯独觉着他配你正正好 虽年少丧父 家中清贫了些 但人口简单 嫁去过日子 也不会乌烟瘴气 我并不受宠 自然也不敢当众反驳父亲 但李唐宁就不一样了 他虽是父亲 通房丫鬟生的孩子 但丫鬟生他时难产而亡 而嫡母当时早产生下 女婴一枚 却没保住 父亲怕嫡母伤心 便将李唐宁 报给嫡母教养 他从小被寄养在嫡母名下 事事由嫡母为他谋算 占尽好处 又自视甚高 自诩名门清贵 开口便是理所当然 父亲母亲 女儿不爱世子 女儿要嫁陶然 席上众人惊慌失措 一旁的赵小娘 赶忙捂住妖妹的耳朵 父亲拍桌 荒唐 你知不知羞 那是你妹妹的亲事 更何况 侯府的屁里单子都过门了 你这回说不嫁 婚姻大事你当戏言 嫡母亲府父亲胸膛 你说你不想嫁 缘由为何 都别生气 大家说亲血 他自然不敢说出 前世发生的事情 只昂着脖子说道 京城谁人不知 世子爱慕沈家长女 要不是沈家落罪 他入了教方司这门婚事 又怎会砸到我身上来 我要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 他心里只能有我一人 若是三心二意 后院美人无数 我不嫁 这话说的 就是在打父亲的脸了 京中人知世子爱神女 也知李廷渭爱美人 正妻是鹅蛋脸 高挺鼻 平妻是瓜子脸 单凤眼 几房侍妾 更是自色各异 父亲听爸生起气来 连带着嫡母也骂 你的女儿 你教得好 不学持家 就想着情爱 丢人现眼 作于下席位的平妻江夫人 嘲讽地开口 早知姐姐不会教养孩子 当日还不如将唐宁记在我房中 断不会闹成今日这局面 李唐宁更是不客气 我是嫡长女 谁想做你的妾生子 晦气 于小娘和赵小娘都变了脸色 虽大家都瞧不上妾 但从未漏于口舌 再者 若不是家中无依靠 谁想做妾 父亲扶秀而去前 则令李唐宁跪在祠堂 好生反省过错 我上前对他耳语 姐姐 看来你还是要走前世的老路 沦落到最后 为世子陪葬 他恶狠狠地毁我 不就是恨我抢你父君吗 自己手不好 就别怪他人杵头利 李唐宁跪过祠堂后 心思歇了一阵 父亲百般叮嘱 让他收心在房中缝制秀符 他自视低头 顺着父亲心意说好 姓薇瞧不下去 那日席上扫了姑娘面子 轻飘飘地跪个祠堂 这日就放过了 真是让人不爽 去找守片门的小思问问 最近几日可有不寻常的人来过 他不懂我要做什么 但我知道 李唐宁是怕了 前世他被迫殉葬时 我曾听人说过他死前的凄惨 如今重生 肯定要千方百计地 从世子手上逃走 父母不同意他家的人 若是生理煮成熟饭 也由不得他们不同意了 李唐宁借口缝制秀符 日夜不露面 而我只需在他院中 与片门的必经之路上 等上一时半会儿 便能见到陶然 果不其然 陶然见我面露愧色 我知晓 我前世亏欠你良多 我待你也曾有过真心 你放心 按我前世的路 我马上试图通达 到时候你若有难处 只管开口 我竭力补偿 男人大都自命不凡 我也想看看 若没有我为他谋划前程 他是否还能如前世那般 观韵亨通 一日 我捏准陶然到访的时间 央求着迪母身边的管事女史 带我找李唐宁 我说 姐姐哪儿哪儿都好 我想跟在姐姐身后 学学她的秀工 若我能有机会 为自己缝制秀服 也想漂漂亮亮的 迪母拉着我的手 往李唐宁房中去 她在后院里的孩子们 都很好 但到底精力有限 只能先顾着自己的几个孩子 女史敲门 房中传来细碎的声音声 迪母变了脸色 一脚破开房门 众人眼中看着的 便是李唐宁的肚肚 挂在陶然脖子上 两人正颠缆捣缝 行床子之欢 迪母让众人围住院子 封住消息 我尖叫着晕了过去 又缓缓地醒来 父亲和兄长接到消息 匆忙地赶回来 他气得很 好好好 是老子看走了眼 你本事大 竟敢在家中私会外难 李唐宁跪在堂下 女儿如今已不是清白之身 更嫁不了世子 若是抢求我嫁过去 怕是要毁了两家的情谊 得不偿失 兄长更是照着陶然挥拳 你我二人称兄道弟 你竟勾的我两个妹妹 为你争风吃醋 还未成亲 就夺走我妹的清白 下流至极 李唐宁挡在陶然面前 别打了 如今只能让妹妹 嫁给世子了 她被朝众人 面向我表情阴狠 妹妹 姐姐没你福气 好能嫁去侯夫享福 姐姐只想跟心爱之人 相守一生 你别怨姐姐 她闹得厉害 气得父亲放话 要将她从祖谱中除名 父亲说 是我这些年 骄纵的你不知天高地厚 我这就将你物归原主 寄回你生母名下 我看你们能有情 银水饱到几时 当晚 书房的热火彻夜未熄 星辰 嫡母问我 你姐姐闯下大祸 我与你父亲实在没法 想着不如你嫁去侯府 不用担心被他人看清了去 我将你记在我名下 原本添定你姐姐的嫁妆 也都给你 如何 我对嫡母说 我是李家女 自然懂得同妻怜之的道理 姐姐闹出这样的事 我若还顺着自己的心意来 那我的几个妹妹 日后该如何 被记在嫡母名下的当晚 于小娘带着我在院中角落处 祭拜我小娘 她很为我高兴 但夫人心言好 又是尚书妖女 家中的几个哥哥 都在朝中任要职 你记在她名下 往后婚丧嫁娶她 肯定会为你筹算一番 总比待我这儿好 你不像我生的郑哥 她是男子 还能自己出去闯荡 女子嫁人 就是二次投胎 要落不到好人家 这辈子就毁了 回房的路上 李唐宁早早地等着 怎么 是提前为自己烧纸去了吗 前些日子笑话我时 没想到会有今日吧 你怎么都争不过我的 同别的女子争男人 是作践自己 格局太小 我大气地向她道谢 要不是她自毁清白 这嫡女的身份 也没那么容易 落到我身上来 她还端着一副 说叫姿态 可别以为 五安侯府是什么好地方 那赵世子 最喜欢折磨人了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 小女儿嫁 还有你那婆母 管教人可有一套 别怪姐姐没提醒你 多多珍惜自己 未成亲钱的好日子吧 我越过她朝前走 边走边说 姐姐还是 好好地想想自己吧 如今傍身的都没了 日后婆母为难起来 都无地自处 姓威有点被吓到了 她问我 大小姐说的 有这么可怕 李唐宁所言不假 赵印可不就是 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但我既然能为自己 谋一个嫡女的身份 自然也能脱身 与她的婚事 李唐宁族中除名 和令嫁他人的事 在京中瞒都瞒不住 那些与她交好的贵女 都上门打探情况 她还是那副金贵之姿 但嘴上遮遮掩掩 我虽从小运气好 教养在嫡母房中 但父亲对待我们兄弟姐妹几个 从不以嫡数区分 我的那桩婚事 妹妹也喜欢 兴许是我哪里做得的不对 出了差错 总之 是我一人之过 与旁人无关 这话说得引人遐想 但有一点没错 父亲带我们确实一视同仁 那是因为在她心中 任何人都比不过家族荣耀 李唐宁的一番话 将我构陷成恶人模样 她罪有应得 被父亲禁足 未有实现 而我 则日日做男子装扮 出门逛各处青楼 前世七身妙语时 曾听那些乞丐小孩 闲聊京中艳文 话题七转八拐 拐到赵印身上 我记得他们说过 沈家长女 沈福入教方司后 婚事作废 赵印便出入 京中个大青楼里 寻与沈福容貌相似的姑娘 豪至千金 只求春风一度 但后来 赵印在床上闹得过分 竟生生地害了一条人命 我就想着 这一次我找着那姑娘 劝他状告赵印床间虐待 也许能保下他一条命 我将银钱换成铜板 散给那些乞丐 让他们帮我盯着 赵印和青楼里的益处 但凡是他去过的青楼 我都做男子装扮 把他点过的人再点一遍 李唐宁笑我不知好歹 他说如此大费周章 还不如直接去教方司 将沈福捏在手上来的痛快 我骂他 黑心黑肺黑大肠 他前世婚事不顺时 沈福还朝他身以援手 况且 我一早就见过沈福 那样好的女子 怎能沦为我与赵印之间 不堪的工具 那日赵印前脚离开燕春楼 我后脚就进去 又点了与他共度春风之人 说话间 旁边雅间传来笑声 隔着屏风我看不真切 问那人 这位兄台 你笑什么 他说 我观察你好几日 但凡赵印逛过的 春楼你必出现 还把他点过的姑娘都点一遍 我还以为是哪家的 断绣公子哥 今日一瞧 原来是位最新鱼她的姑娘 我低头看胸 明明缠的绑紧 她又是怎样看透的 她似乎听到我的心里话 真当男人看不出女扮男装 都是些骗小姑娘的把戏 我可奉劝你呀 赵印是有婚配的 你别爱得太深 见嗖嗖的 听得我牙痒痒 回府的路上 那些收了我铜板的企儿们拦住我 老板 东边的藏花阁 今日抬出去个姑娘 鬼鬼祟祟的埋于郊外 你要不要去看 我们匆忙地赶去 将人挖出 看着那面容 还是来晚了一步 我去藏花阁向他们询问女子身份 可他们嘴言 什么都问不出来 束手无策之时 刚才那位取笑我的兄台走进来 亮出腰牌 大理寺茶案 闲杂人等一律退散 官职在身 果然办事顺畅 那些我死活问不出的消息 不到一刻中那兄台全问出来了 王柳 年十六 户籍西郊莫子镇 两年前因家中穷苦 被父母以三十两银子 卖于藏花阁 之后每次接客所得 都要烧回去给家中幼弟买纸笔 最后一位客人 是十四天前来的赵印 死因为低辣烫夫 感染而亡 我问他 能凭这些抓赵印吗 他说很难 既如此 我决定自己出手 王柳有一门玉佩 质地还算不错 我让启儿送至他父母家中 再告诉他们 王柳身亡的消息 那家父母一听财路被断 当即决定找上赵印大闹一场 启儿弯腰带路 他们在侯府门前 不顾王柳颜面 大声喧闹赵印床间怪癖 俗话说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他们豁出性命这一闹 不光闹掉了侯府的颜面 也闹掉了我与他的婚事 我心情大好 但家中却因我与李唐宁人心沉闷 嫡母便走私账 请来教方司的姑娘 好好地热闹一番 沈福也在其中 她问我 如今你婚事作废 有什么打算 我说 有很多想做的事 但又好像都做不了 我想到处走走看看 想在京中开一间自己的小铺 不求富贵 但求温饱 她笑了 与我合作 如何 我还是官家小姐时 酷爱腌制水粉 手上有不少秘方 我们一起 你研制腌制手电铺 我出秘方外带宴席上 向那些贵夫人推荐 来吗 我问她 为何是我 她说 我身在教方司 空有秘方 但却没法拿她赚钱 可我又缺钱 而且 你说我遇上的 第一个千方百计的 要与赵印退婚的女子 实在难得见到 如此清醒之人 我们一拍即合 迪姆听闻我们的打算 拿出她嫁妆中的 两间铺子赠给我 她说 做父母的 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闯出一番天地 你只管放心去做 你本就明示理性子好 如今我又是你母亲 能给你兜底 胭脂阁开张难日 正好撞上李唐宁出嫁 稀稀拉拉的队伍 和少得可怜的嫁妆 就连门口迎亲的 也只是陶然家 一个远房表姑 但那些都不关我的事了 陶然母亲的厉害 这辈子轮到李唐宁去尝了 有沈福在 胭脂阁果然大火 连城中三岁小儿 都学会了用胭脂的动作 做工的男人 在妻子生日送礼时 首选的就是我们胭脂阁 每日看着那些禁电的人 都会在我眼里 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半年过后 我们又盘下两间铺子 开始授唇枝 手上有了钱 扶上众人对我的态度 也温和起来 往日斜眼看人的江夫人 如今见了我都要打去 叫一声李老板 我日子过得好 那便有人日子过得不好了 陶来来铺子里找过我几回 第一回 我以为她是为母亲和妻子 来选胭脂 于是专挑贵地介绍给她 碍于面子 她只能掏钱 第二回 她又来 我又向她介绍唇枝 第三回 她终于遭不住了 问我 能不能向我讨口茶喝 自是不能 她如今是我姐夫 哪有姐夫和小姨子 在一起喝茶的道理 我打发她走 沈福才从莲后现身 她是教方司的人 不宜过多露面 沈福说 昨日我去大理寺绍青府上奏乐 听他们说 姐夫过得不顺 你父亲在朝中处处为难她 妻子清高 也不愿为她回娘家 去求一求自己的父亲 李唐宁性子就是如此 因为婚事 害得全家人为她善后 又因为嫁妆 在府上闹得天翻地覆 出嫁时 都没人愿意为她送亲 而前世 陶然能在仕途上顺顺利利的 全靠我与娘家多番走动 再加上 她本就得父亲青睐 这辈子与李唐宁 一起作践自己 就不知陶然是否后悔 取到自己心中的白月光 又过月鱼 陶母居然上铺子里来找到我 她一个乡野村妇 没读过什么书 说话粗鄙又直白 死拽着我的手 跟我回陶家 赶紧跟我儿洞房 生的大胖小子 姓薇挡在我前面 放什么屁呢 你儿子就跟茅厕里的石头一样 就你闻着她香 陶母死不放手 我不管 当初与你家说亲时 就说的是你 你姐姐这个废物 怀胎十月 我好吃好喝地养着她 昨日生了个女儿 赔钱玩意儿 周围众人发出惊叹 这不对呀 我记得你儿媳 是七个月前 跟你儿子成亲的 怎么现在是十月怀胎了 陶母拍着大腿 我当初就不该同意她进门 匆匆忙忙的 偏我儿子又喜欢得很 先弄了个孩子出来 还是个官家小姐呢 一丁点嫁妆就不说了 整日就知道 摆弄那些诗词 啥都不会 等着婆母伺候 我与姓薇脸都白了 李唐宁可以甩掉脸皮 但家里几个 为出格的妹妹不能 我立即抓起店里的烟纸 一人好几盒 送到那些围观的人手上 拜托他们今日之事 切勿传言 又关了铺子 通知兄长 陶母那日闹事 兄长带来大理私私证 我一瞧 正是之前在藏花阁办案的兄台 听兄长说她叫楚怀修 是督察院幼妇都狱时 楚牧远独子 而陶然虽卑躬屈膝地 接走她母亲 但不利李家女的留言 还是在京东小范围的传开 赵小娘的大女儿 原本板上钉钉的婚事 如今也黄了 整日在房中低声地啜气 兄长看着也难受 决定带家中弟弟妹妹们 在约上同僚和关系好的 别家小孩 一同去城郊游玩一番 我也叫上了沈福 一路上 她都在跟我讲铺子里的事 我知道她是穷怕了 家中一招失落 出路教方司受到不少刁难 手里没钱 就是自身难保 沈福说 如今铺子上看着热闹 但其实买的人远没有从前多了 一盒烟纸也够用很久 我们就算再遨游废火地出心色 也够呛 我准备接城外那些富贵人家的乐单 看能不能引得他们兴趣 来买我们的胭脂 她这么拼命 我也不能拖后腿 我想着如果她要去城外 那我得回去为她聘一对标诗 护她周全 一路上 众人说说笑笑 可又在看见楚怀修时 脸去笑容 一阵安静 这么尴尬的局面 她倒是神色未变 自顾自地去找我兄长 我问他们 为何楚怀修一露面 你们就跟见了老鹰的小记载似的 众人摆手不愿多谈 沈福扯了扯我的衣袖 你听我悄悄地跟你说 我们这一辈 跟她年纪相仿的都处她 她母亲走得早 父亲整日留恋在窃室房中不管她 但她又争气 功课极好 那些废物公子哥 看她不顺眼 变着法地整她 她从不低头 每日扬着笑脸上门告状 久而久之 就没人敢惹她了 听着也是个难受的 但凡她父亲能有点良心 又怎会被欺负了 我身旁的人嘀嘀咕咕 真是 早知道今日有她我便不来了 这下也不敢放开了玩 就是 我心里不舒爽 又想起前世 明明有不鬼之心的是陶然 没有德性的是李唐宁 偏偏出事之后 所有人都怪我 好似是我逼着他们有私情 你们真是圣贤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 不指责施暴之人 反倒指责受害之人 要这么说的话 我天天出去赏人巴掌 反正都是别人的错 我争抱不平呢 沈福粗然地捏住我的嘴 让我往后看 楚怀修站在我们后面 不知道刚才那番话 她听到了多少 而她只向我道一声 谢便离去 回去没几天 我开始顾标师 为了沈福的名声 我定的全是女标 她乐单出的琴 我们的胭脂也卖得快 赵小娘也将她大女儿李唐宛 送到我身边来帮我看管铺子 楚怀修来过一两次 每次来道谢 都要顺手买上一两盒胭脂 后来她再来 兄长就不准 我再见她了 正当大家的日子 都好过一些时 李唐宁来了 她风鱼了些 但人没怎么变 只是如今 家中过的清贫 看上去落魄了些 我听我婆母日夜在家说你 还以为你的生意多大呢 不还是卖胭脂水粉 伺候那些官太太吗 真是到哪都改不了的农才名 唐宛小妹本就怨她 现在更是不客气 那也比你整日在家 仰仗男人鼻息过日子好 在这儿拿什么腔调呢 兜里的钱 都不够买这里一盒胭脂的 我让姓薇拿扫把 将她赶走 铺子上有野狗肺 影响我做生意的运势 当晚归家 府上所有人都在 我听着他们说话才知道 陶然在父亲这边吃了饼 转头搭上了秦家 秦家是士族 手中不仅有钱也有权 我心想 怪不得李唐宁 今日到铺上那番小人得志 但父亲愁于当今圣上 如今中寒门学士 隐约地有除掉世家大族的心思 就怕日后出世连坐庭位府 嫡母安慰我们 过日子不就这样吗 有好有坏 不能一直好 也不会一直坏 放宽心 不会有事的 江夫人摔碗 弄出不小的声响 都怪你养的好女儿 不仅连累府上姑娘的名声 丈夫也不安生 要是坏了老爷的官职 你倒是娘家有退路 我们怎么办 嫡母目光灼灼地盯着她开口 府上的孩子 难道就不是我的孩子 他们叫我一声 母亲我便要护着他们 我有本事 你呢 眼瞧着江夫人被喝退 父亲才开口解围 当晚我开始清点手上的钱财 我自是希望 亲人万事顺遂 但若真有事 唯有钱财 才能保平安 我正算着账呢 突厥一阵天旋地转 杏威拖着我 往外跑至空旷开阔处 赵小娘抱着妖妹大喊 是 是地牛翻身 待众人能站稳后 兄长和父亲 换了朝服 往宫里跑 临走前 兄长与于小娘的郑哥说 我与父亲要前往朝中议室 不知多久能回 我们一走 家中的男人 只剩下你和小弟 他还小 你要担起誓来 护好这一大家子 郑哥点点头 只管让他放心 今晚上全家 都合一睡在庭院里 听着门外官兵的脚步和马蹄声 心里都慌得不行 我让小丝去打探 这场祸害的方位 可他回来 说外面说什么的都有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占拳了 我又让他去叫方丝问问 那位叫沈福的乐师 回来了没有 若没回来 可报了平安 只是小丝还没问到 郑哥进来说 地牛翻的是北边 我与姓薇 还有唐湾小妹 瞬间跌倒在地 今日沈福出城的乐丹 就在北边 我要出城去找他 我看向迪姆 她面色凝重 去吧 若没有沈姑娘 便没有你和胭脂铺的今日 你拿上我娘家的信物 到了地方赈灾的官兵 都认得出 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给你配一对护卫 无论如何 你都不能离开他们 孤身涉险 我谢过母亲 打马狂奔至北边 越往里走 越触目惊心 路边躺着无数伤员 还有许多失了性命的人 来不及处置 就一袭白布裹在路边 护卫说 这还算好的了 地牛翻身时是有时 这会儿太阳刚落山 家家户户都干完农活 吃着饭呢 若是发生在晚上 那才是人间炼狱 我越听越焦急 不光是为了审服的命 而是天灾人祸面前 难保有人会丧了良心 对他做出什么脏事来 我感到灾处 现场一片混乱 我吼破了嗓子 也没人听我说什么 楚怀修瞧见我 向我走来 又在我身后扬了一鞭子 他身上那身官服 很能震慑人心 周围瞬间寂静下来 匆忙之间 我来不及向他道谢 只快速地拿出审服的画像 凡有画中女子线索者 赏银五两 凡能带我找到画中女子者 赏银百两 凡能将画中女子 安然无恙地送来见我者 赏银千两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楚怀修在村口 为我画出一片地 让我与村民通消息 这钱我画得毫不手软 终是在害时起了作用 楚怀修带我找到沈服时 他正拿着匕首 被镖尸护在中间 他泪眼朦胧 我妹妹被困在茅屋里 找不到 我为他擦去眼泪 能找到的 那是沈家落最后 留给他的最后一个家人 是他的树妹 我四处打量着 看能有什么顺手的东西 让我走进去找找他妹妹 却见楚怀修脱掉官服 绑起长袍 留下等我两个字冲了进去 过了差不多一刻钟的样子 他抱着一个八岁的小孩走了出来 而他身上血痕无数 看上去并未断手断脚 像是被吓晕了 只是不知有没有被伤到内里 你们快带看他去看看大夫 我们一行人又往城里赶 好在大夫说 沈小妹只是倒下时磕碰了头 休养几天就好了 楚怀修帮了大忙 现下这时刻又不能当面道谢 我与沈服只得买了许多 药材米粮送去 忘能帮上他医二 后来救灾过去 朝廷开始震灾 楚怀修回朝树职 我让兄长帮我带个口信 邀他来腌制铺 当面向他道谢 兄长寸步不离地跟在我俩身旁 我刚想开口 铺子外冲来一个人 指着楚怀修一顿骂 我问兄长这是为何 兄长悄悄地言语 陛下把赈灾的事 交给秦家的人去办了 楚兄今日早朝时说了几句 秦家怀恨在心 盯着他呢 楚怀修被骂也未变脸色 依旧情绪稳定 赵大人这么激动作甚 我也是为了天下 为了朝廷啊 你如此不明事理 真是 怪不得我爹那么说你 我问兄长 他爹说啥了 兄长说 他爹啥都没说 只是他每次都拿他爹挡箭 赵大人仗红了脸离去 我问楚怀修 你这么对你爹 好吗 他笑得更开怀 这有什么不好 你看 我还有个爹 子不教父之过 反正他们会算到我爹头上 若我没有爹 他们更是会看在 我父母双亡的份上多体谅些 这不挺好 我被他的话打愣在原地 这可真是令他爹闻风丧胆的大笑子啊 兄长趁机说 妹妹你清醒些 这可不是个好人娜娜 日后他若是上门提亲 你可千万记得要断了他的念想 我有些疑惑 你们不是好兄弟吗 兄长叹气 适合做兄弟的人 不一定适合做丈夫 我问兄长 你怎么知道 兄长犯了难 你说的也是 我也没跟他在一张床上睡过 晚上我与兄长相伴归家时 他才说 原来楚怀修之前 向他打听过我的婚事 只是碍于那时我才退了婚 兄长便糊弄了过去 如今再提起 兄长思虑了一番才说 其实想一想 楚怀修也不是为良配 虽然这么说不好 但他母亲早逝 往后你若嫁过去 也不必伺候婆母 而且因为他父亲宠妻灭妻 当日他在他母亲踏前发了毒誓 今后绝不拿起 他爹又在他祖母踏前发了毒誓 绝不虚嫌 兄长一拍脑袋 还是决定将此事与父亲通一口气 沈福问我有何想法 平心而论 我不想再嫁人了 可婚事 又由不得我自己做主 楚怀修得了消息 隔日又上门问我 我知道你被前一桩婚事 伤透了心 但我若能为你求来容风 你是否愿意与我谈谈婚事 沈福说他挺有诚意 女子身上若有如此殊荣 那日后到了婆嫁 也是会被尊为上位的 我让楚怀修去与我父亲谈 父亲被桃然伤透了心 这次在说亲 恨不得走街串巷地打听清楚楚怀修的品貌 然而嫡母只同意先定亲 她说 唐英如今不愁嫁 不过就是看门地高低罢了 先定亲 若是出了什么事 消了便可 找亲家 不能马虎 也不能急 定亲那日 李唐宁和桃然也回来了 只不过不是来喝喜酒的 是来辞别的 桃然靠着秦家 升了官职要去外地 父亲说 往后的日子 你们自己打算着便可 不必事事说与我听 定亲一日 楚怀修又来胭脂铺 给了我一张单子 这上面是我多年的积蓄 还包括母亲留给我的遗物 还有我为你备下的聘礼 在我的私宅库房里 他又拿出一把钥匙 不管最后我们能不能成亲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我笑他 好似在说一言 结果一语成衬 下午大街小巷都在说 楚怀修贪污灾淫 陛下大怒 已被收入天牢 父亲晕了过去 迟迟的未醒 嫡母当机立断 要削了我与楚怀修的婚事 兄长让嫡母再等等 而陶然竟派人送来书信一封 让我去给他做妾 我不信楚怀修会贪污 他在栽地尽心竭力地救治百姓 更何况 他又不负责赈灾 手用摸不到灾淫 我决定敲灯文古明渊 父亲赶来时 我以利困金罚 他被人搀扶着 伸手拉我 你再大声点 这是难道光彩吗 还不随我回去闹什么 我对父亲说 楚怀修 我信他 如今我们定了亲 在旁人看来 我们就是绑在一起的 我不想被戳几两骨的过一辈子 我也不想家里的兄弟姊妹被我连累 我今日就是要一个公道 父亲拉不走我 宫里又来了人请我治愈前 我跟着他们进了门 只是门一关上 我就失了意识 再睁眼 我在一辆马车里 后脖梗泛起阵痛 我先开帘子 赫然发现 赶马车之人是楚怀修 你越狱了 楚怀修无奈 别乱说 他细细地解释 入狱只是障眼法 贪污脏淫令有他人 种种线索都指向帮秦家做事的陶然 而他也只是借此出城查案 秦家眼线遍布京城 若是打草惊蛇 再想有这样的机会 就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楚怀修说 你闹得太凶 陛下都怕了 干脆写了封诏书 让你跟我一起去 我沉默半赏 总觉得事情的真相 显得敲骨得我很傻 我们都没说话 却听到从后面传来 阵阵马蹄声 是兄长 他从未对我发火 李唐音 跟我回去 我也是头次拒绝兄长 不要 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你是要私奔吗 我纠正兄长 算不上私奔 我们定了亲的 而且我是去查案 兄长抱头大喊 我真是服了你们这些情爱脑子了 他是大理四四政 查案理所当然 你凑什么热闹 楚怀修拿出陛下的诏书 兄长哑然 他舔了舔嘴唇才说 行 要去也行 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 我要跟着 第二 你要扮成丫鬟模样 楚怀修大惊 你何时见过身高八尺 宽肩窄腰 平胸的丫鬟 兄长说 从前没见过 现在有机会见了 反正我绝不能让你成为我妹的污点 楚怀修同意了 之前在我铺子上买的胭脂 刚好派上用场 兄长把他赶去驾马 一路上都没跟我们说话 楚怀修受不了了 故意错过好几个驿站 害得兄长尿急 不得不开口叫他停下 三日后 我们终于到了 陶然任职的地方 兄长他们 有他们打探消息的办法 我也有我的办法 我拿着铜板 去找那些情 问他们 新来的县老爷怎么样 他们七嘴八舌的 年轻 特别年轻 跟之前的县老爷比 都能当他们的孙子了 不过没啥特别 反正县老爷都有钱 就是婆媳关系不好 经常听着院里吵架 而兄长他们的消息更为震惊 陶然竟帮着秦家买卖官职 买卖地点则是在 和尚的一艘画房里 当晚 我与楚怀修戴着人皮面具 装作一对夫妻上了船 与我们对赌的是一位老翁 楚怀修显得很老道 每回都等对面的人 先叫了大小才开口 五盘赌局 就已输了千两白银 老翁停手开口问 你们 有什么要求 楚怀修说 京城吧 我妻子想去京东看看 老翁说 好 是个疼媳妇的 爱妻者风生水起 只是我先说好 若想去京城 这点银子怕是不够 楚怀修大笑 你只管开口便是 老翁问 家中可富裕 楚怀修达 算不上有钱 只是博田吉姆 做点米粮生意罢了 老翁比了个数字 若想去京城 得要这个数的银子 再往上加三成 可让县令替你科考 想好了 就下定吧 当晚 我们花了数万两白银 下一步 得找到账本才能定罪 账本在桃冉手中 并不好拿 兄长他们愁眉不展 我倒想了一个好办法 兄长 你装作愁苦的样子 将我送去桃冉府中 就说 我令家中蒙冤 送来避避风头 若是桃姑爷愿意 也可收为妾室 等我进了里面 账本岂不是手道勤来 兄长同意前半句 但绝不同意当妾室那话 他们给了我许多防身的东西 楚怀修说 若是情况紧急 可以对他下手 兄长半夜敲开桃府的门 将我送了进去 李唐宁日日为难我 他真以为我是来当妾室的 桃冉一改前世 对我不理不睬的态度 连着三天来找我诉苦 李唐宁 做不了媳妇 只能做情人 他伺候不了我母亲 每回有口舌 便不管不顾地 差人叫我回去 我可是有官职的人 哪能天天围着他们转 还是你好 上上下下打点的通透 太恶心了 我只能抓紧机会找到账本逃出去 桃冉如今碑有靠山 狂妄自大 账本就被他随意地放在书房中 待我拿到账本 便与兄长他们马不停蹄地往京城赶 我原以为回了京城就没我的事了 没成想 楚怀修让我在早朝时将账本乘于陛下 他说 这件事你出力最多 理应你站在最前面 那日陛下看到账本怒火冲天 秦家 好啊 朝中为了千两栽营 炒得不可开交 你们在做什么 从九品官员两千两白银 正九品官员四千两白银 这厚厚的一达账本 说你秦家比朕的国库还富有 可冤枉了你 秦家覆灭 连带着陶然也被捕 还有一众科考官员 但我归家多日 嫡母也没给我一个好脸色 我知道 她愿我不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 兄长让我等她消了气 再去道歉 事后 陛下又召我进宫 问我想要什么赏赐 我没想多久 陛下 陈宁有一只己 进了教方司 能否求陛下一个恩典 还她良民身份 托及教方司 陛下痛快得很 不仅答应了我这个请求 还特封我与迪母为 三等书人告命夫人 这下 我终于不用空着手 去向迪母道歉了 带着圣旨回府时 正撞上李唐宁 前来求府上众人 去救救她的丈夫 可迪母 父亲和兄长 已不愿见她了 她看着我 眼中满是愤恨 看着了吧 在廷卫大人眼中 没用的女儿 是不会搭理的 母亲往日待我多好 现在见我落魄了 我就是跪在府门前 他们也全当看不见 还想在这挑拨家中关系 你说他们不帮你 你怎么不说 说自己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我不过是想活下去 我拆穿她 活下去 你明明可以活得好好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为何被殉葬是吗 是你那些偷情的书信 被赵印发现 你杀了她 你清高 每天对侯夫人呼来喝去 便是最基本的教养 都没有 你跟陶然 当真是天造地设的 一对逼人 我也懒得去看她苍白的脸色 你若能去牢中见陶然 帮我带句话 她被砍头那日 我定会去好好地送她 秦家的案子查了三个月 牵扯人员甚广 行刑那日 我坐在官员位上 秦家少夫人恶狠狠地盯着我 连三岁孩子都不放过 心肠歹毒的贱人 秦家恨我找到账本 定了他们的罪 可我不怕 货不及子女的前提 是利不及子女 你们心自问 有做到吗 秦家的孩子 各个穿金带银 城外的孩子全都一不必体 他们该死 轮到陶然时 她又对着我说 唐音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又能见面了 这次我不负你 晦气玩意儿 我得去城外做法 让我永永远远都遇不上她 晚上沐浴时 姓薇说 城外有去抱着小孩的女时 她话未尽 我知道那是李唐宁 她的惨烈下场 就是为我和我上辈子的女儿赎罪 一切尘埃落定 前路慢慢一灿灿 平无尽处是春山 全文完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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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